好,來到第六節,昨天和今天都選了一些英文風給大家聽聽 昨天就是,Why does this always ring on me? Charlis都是我以前甚至在英國的年代都很喜歡的樂隊 今天就是,Don't be bad in anger,I heard you say 讀書他年代很喜歡聽的歌,甚至這首我小時候,當失戀的時候等等 都會聽到很有感覺 今天會繼續,最後這一節,不知道大家會留意我這類啤梨晚輩的安排 昨晚其實找了一些香港的活字典,活歷史 即是他那個癮根本就是他的故事,他的經歷就是香港歷史 先有金火佬,說在香港坐過不同的九個收穫所 或者監倉,說回去裏面的那些事 找藍姐,說一下她做了七十年代,去到九十年代 甚至去過澳門做過七年,做媽媽 在這些七情場所,那些變化歷史,甚至怎樣逼梁圍昌 我都覺得其實這幾節是特別,希望大家聽 今天譬如,和我大匪都會講一下一些香港網絡生態 和房租亦都會講網絡生態 不過就是由政治講時事評論的,去到體育,足球 剛才最後一節,第五節就是講一下波,希望大家會覺得有時候都多元化 頭兩節就一定講新聞,下個星期都會有不同的安排 即是這兩個星期,希望大家可以多些去試一下她去看 對那些嘉賓都可以留下多些言,去支持一下 好了,去到今天,這節都繼續了,看證由日本 看證由日本雖然大家未必那麼有興趣 但是都繼續講一下,昨天就講了日本東北三大祭典